好,这里呢,我们接着上一讲的内容呢,我们来完成另外一个进屋的绘制 我们首先打开我们的Hotoshop 好,在这一节当中呢,我们要绘制一个啊 这个应该是呢,在美术当中啊,我们 在那个我们初学绘画的时候,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绘制的对象啊 一个水果,香蕉,那么呢,在我们进行正式的绘制之前呢 同样的呢,我们也要去分析一下啊,这个结构 我们对结构进行一下分析 好,这里呢,我们打开啊,我们的Hotoshop 然后呢,同样的是把这张图呢,调成黑白啊,调成黑白 我们继续沿用我们之前课程当中啊 对几何体绘制的这样子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模式啊 分析的一种模式呢,我们来对我们所要进行绘制的这样子的一个 可能比苹果啊,较为复杂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呢 进行一个结构的分析 那么呢,我们同样的呢 这里呢,我们先把几个绘画当中的啊 关键的一个点啊,先找到啊 那么这几个点呢,也就是上下左右的一些点 上下左右的一些点 这些点连接起来的时候呢 其实是代表我们所绘制的这样子的一个啊 对象的一个绘制区域啊 绘制区域 那么呢,它也就 如果我们是画在这样子的一个啊 举行的画部之中呢 那么这个区域呢 啊,所代表的也就是你这个物体所在画部当中的一个位置 大家一定要这样子去理解 好的 好的 那么,在这里啊 可以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啊 我们无论去啊 随意的去移动啊 这样子的一个 区域啊 画部区域呢 实际上呢 它就代表着我们物体在画部之间的一个位置啊 这个呢 是我们在绘制构图的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需要去考虑的 因为我们在绘制的时候呢 就是很少的去绘制一个单体的一个啊 就是会把一个物体啊 单独从画部当中抽离出来 就是我们的画部呢 就是我们的画部呢 和我们的 和我们的物体呢 它是统一形成了你这样的一个最终的啊 一个视觉效果 那么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概念 就是说画部也是你绘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 画部也是你绘画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不能把它独自的抽离开来啊 不能把它独自的抽离开来啊 画部也很重要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接着我们之前的这个 我们来分析啊 接着我们之前的一个内容 我们来分析一下 好 首先呢 确定一个大小 那么我们在进行这个香蕉的绘制的时候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香蕉的结构 可能其实较为复杂 较为复杂 当我们找准了这个 一个大的结构线的时候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我们来分析一下 那么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样子的 一二三四五五个不同的结构呢 实际上呢 它是有五个不同的这样啊 比如说我单独画一个出来 五个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形体所构成 它是有五个这样子的一个形体啊 这样子的一个几何体构成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阶段呢 有一点像是在画3D啊 画3D 就是把一些大的几何体体块的面呢 画出来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它是有五个这样子 不同的结构转折面啊 所构成 注意呢 我在画的时候呢 是比较概括的 去找一些结构转折的一个面 好 这几个人把它连起来 有一点 就签了 那是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好,那么这里的这个呢,我们用另外一个紫色啊,用另外一个紫色的颜色来画,因为这里呢,刚好这两个香蕉的结构呢,那么有一些重叠,那么用这个紫色呢,可以 更好的,我们把结构找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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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柳橘緊湿 跟柳橘桿 和柳橘桿 把柳橘桿 跟柳橘桿 这些被遮挡的线呢 我们就把它给擦掉 这些被遮挡的线 对于这些转折面 那么我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几何体的分析的方式 将这个相交的一个体块分析出来 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几何体的一个块面 结构 得到一个几何体的一个块面结构 那么通过对这样的一个 这里还有一组 这里还有一个我们有画到 这是被遮挡过的 通过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分析过后 那么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个阴影 因为我们绘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绘制因素 就是绘制阴影 那么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分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将阴影的范围归制出来 这个呢我们统一的给一个颜色 那么紫色呢是一个我们绘制阴影的这样子的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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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呢就是头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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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sicians 这边在下的那个嘛 看着一个相交的明亮关系就画出来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看一下这个关系是否分析的正确 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我们才能够去绘制出正确的一个素描关系 在素描关系的基础之上 绘制出一个更为正确的一个色彩关系 基于这样子的一个 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无论是在画 哪怕是我们在画更复杂的一些物体的时候 我们脑子里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几何体的一个结构框架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在我们学美术的第一阶段 去绘制一些比较看似比较简单的这样子的一些几何体 其实现在我们能够感觉到 其实这些几何体的绘制呢 其实看似比较简单 但是呢往往呢就预含了一些更为深刻的一些道理 那么我们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分析呢 然后我们来完成啊 然后我们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相交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框架 那么呢我们先把之前的这样子的一个啊 定位的一个图呢先放在下面啊 放在最下面 那么我们的位置呢就不要 让他呢就是说和这个啊保持在画面中心 那么其实一开始呢我们就将构图的位置呢确定下来了 构图的位置呢你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简单的四个点的连线来确定 简单的四个点连线来确定 咱们先放在这边 我们之前有画过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我们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构框架在我们绘制线稿的时候呢 是如何使用的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一个示范 这样子来 那么就刚好用上了我们的这个结构框架 嘿嘿嘿嘿嘿谢谢 这 só能够在这间的结构框架架 两个结构框架架架的题和结构框架架架 看我们是如何使用这个结构框架的 那么其实这一年将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另外的一个 宁方物源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律放在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划之中 这里我都是用了一些长支线来完成 形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构的一个绘制 好 长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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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素描绘制的一个线稿 就变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很有用的一个东西 就变成了一个线稿 我们在线稿上面就不一定要画出一些非常复杂的结构 并不一定像我们之前这样子 这样一些结构画得很准 但是呢我们只要我们需要的是把这个结构画出来 好 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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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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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